各位網絡學友朋友大家好 今天來講要來跟各位做介紹的呢 就是FIGURY STANDARD KAMEN LIDAR HIBIKI的外盒開箱 現在各位看到這個呢 就是HIBIKI的外盒的盒繪 好那來講覺得他這次的盒繪呢 應該是說整個假面騎士系列的盒繪呢 我都覺得他設計的非常的好 以HIBIKI來說的話呢 他的盒繪的設計呢 非常有HIBIKI的那一種野性的那一種風格 在叢林裡面的那一種感覺 雖然說來講並沒有看過HIBIKI全部的影片 但是呢HIBIKI的音樂呢 是非常好聽的 好如果沒記錯的話呢 HIBIKI的主題曲呢 還曾經登上日本當年的紅白歌盒戰 好那這個是HIBIKI記得了一點印象 好那現在再回來看到這個盒繪呢 就是有叢林太陽的感覺之外呢 各位可以看到說這裡呢 KAMENNAIDA HIBIKI的這裡呢 是HIBIKI的變身器 好那整個盒繪的風格呢 非常的鮮明 那我們現在呢 就來看一下側邊的盒繪 好 側邊的盒繪的話呢 他的這裡呢 有像是正面跟背面 還有呢這裡呢 就有介紹到他的一些 像是多種的手啊 好然後變身的音叉 音極棒啊 等等的 還有呢就是像這個 個關節的呈現 還有呢就是他的太鼓 也有附屬在這邊 那這個呢就是他短邊的盒繪 接下來呢這個呢就是他的一些介紹 好那再來的話呢 他這一次呢 HIBIKI的最大的特點 就是他的這個身體呢 他是使用這種偏光成型的零件 所以呢待會我們就可以看到說 他的這個偏光成型的零件呢 到底長什麼樣子 好那再來這一個呢 就是另一個短邊的盒繪 現在呢我們就直接呢 把盒子打開來 看一下裡面的零件呢 有哪些 好 首先呢先帶各位看到 就是他的這次的補色貼紙 好那補色貼紙呢有兩種 一個呢是像這種的 好另外一個呢就比較大張的 像這個 因為這個呢 他的太鼓的貼紙呢都在這裡 好還有呢就是像一些補色的地方啊 武器啊等等的貼紙呢 也都在這邊 好那來長到時候呢 會試著呢 如果能夠盡量用補色的方式來呈現呢 就會用補色的方式來呈現給各位 那如果不行的話呢就會用貼紙 那如果不行的話呢就會用貼紙 好這個呢就是他這次的補色貼紙 再來的話呢 Figurite Standard呢 或者是說接下來呢 出了模型呢他都有附這個 這個呢就是他解釋各個icon的 各個圖示的意義 意思是什麼 好 那再來呢就是這一次的說明書啦 好這一次的說明書呢 各位可以看到說他的 這樣子的設計呢 也是非常好看的 手繪風格呢非常好 然後裡面呢當然呢 就要各位呢 怎麼樣來進行製作 好 那再來呢有他的一些介紹 有他的介紹之外呢 也有他的動作的一些說明 好這個呢就是這一次Hibiki的說明書 那我們現在呢就來看一下他的零件 首先第一個要來看到的呢就是框架A 好框架A呢很明顯可以看到說 有他的這個火焰的效果 以及呢就是他的太古的零件 身體啊等等的零件在這邊 這個是框架A 再來呢看到的框架B1呢 就是這一次的偏光成型的零件 那各位可以看到說呢 在不同的角度下呢 他可以呈現的顏色呢是不一樣的 像是如果比較側一點點的話呢 各位可以看得出來 這裡呢就會變得有點像是螢光 帶有一點綠色的感覺 那如果比較正面一點的話呢 他就會變得有點像深藍色 好這個呢就是這一次主打的這樣子 偏光成型色的零件 也是呢這一次呢 Hibiki呢最大的賣點 好但不過這樣看起來呢 他的湯口呢應該也是 蠻需要技巧性的來處理 那到時候製作過程中呢 賴桑會來斟酌看看是 我們用筆刀修就好了呢 或者是呢需要用打磨 然後呢再用拋光的方式來進行製作 那他整個成型的顏色呢 是非常好看的 這個呢就是框架B1 接下來的框架B2呢一樣 就是這種偏光成型的顏色的零件 那這裡呢我們可以比較明顯看得出來 像是頭部啊 身體啊 各位可以看到說這裡 就是他的這個Muscle在這邊 好這個呢就是框架B2 再來看到呢就是框架C1 框架C1呢就是拿武器啊 的手啊等等的紅色零件在這邊 框架C1 好接下來呢看到的這個是框架C2 框架C2呢就是面部的零件 還有就是一個圓形的這樣子 台座的腳架在這裡 的底座在這邊 框架C2 再來呢就是 黑色零件的框架D1 像是各個關節等等的零件呢 在框架D1 好 那再來呢就是框架D2 好框架D2 好 那最後呢他一樣的會有附像這樣子的腳架 假面騎士系列呢Figura Standard 系列呢都會附這樣子的腳架呢 來輔助呢 假面騎士呢戰力啊 或者是把一些姿勢 那這一次呢有附一個像這樣子小的腳架呢 就為了能夠把太鼓呢給立起來 好 就是這一側腳架 好 那接下來就來開始進行製作 那我們這隻假面騎士 Hibiki的製作過程呢一樣呢會拍成影片給各位看 好 那我們今天的假面騎士 看片來打Hibiki的外合開箱呢 就先到這邊呢跟各位告一個段落啦 那喜歡我們LGH的朋友們呢 別忘了到我們LGH的YouTube頻道呢訂閱 並且呢打開小鈴鐺 那想要第一手得到影片訊息的朋友們呢 別忘了到我們LINE上GameHouse的Facebook粉絲團的按讚 那我們今天的外合開箱呢 就先到這邊告一個段落啦 那各位LGH的朋友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 by bwd6 by bwd6 小וק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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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dx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